对正导销个ESP 好 第一场这本明智也是把自己那套 其实它原来也是矿工套嘛 这实际上是独矿工 它把那个加冬炮换成了电塔 对 它就是因为这次加冬炮削弱了嘛 尝试一下电塔 那么对面呢也是用 没有变 还是用原先的加冬炮 对 这样的话就两个人的费用上 就很明显 就明智会费用高一些 在这个消耗的情况下 可能会占据不利的地方 是的 从这两个塔上来看呢 我其实认为它换的必要不是那么大 因为它这个防御塔嘛 就是一换一的 对 你要留下来也没有用 它也不能进攻 也不能生杂 对 只要能留下来就是好的 就是能换掉对面的兵 其实刚才 萧格德皮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嘛 皮卡是有机会砍到这个塔了 只是对自己小闪 他想预测一下对方的 用哥布林去解嘛 但是只垫到一个哥布林 非常可惜 如果这个三哥布林都垫的话 这个塔肯定是被消耗 一半的 将近一半的血量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加弄炮放的 其实算是比较亏 因为它的公主 其实完全是可以打到的 但是它沉底了 没有任何的作用 对 那这边一个毒药 其实也解到了不少单位嘛 看这个皮卡 它也不打算后边跟单位了 这跟单位是比较亏 对 小店虽然能解到哥布林 但是应该也摸不到塔 没必要 这个加弄炮 那这边应该是打一套进攻了 它是拿哥布林过牌 拿哥布林过牌的话 那这样它就只能 这个小闪 这应该是手滑了 应该是手滑了 但是它这个加弄炮 为什么要这么放 它是防预判一下对面的矿工 来了 来了 好 这个预判 还是有点失误嘛 这没什么关系 这有点太早了 太早 这不是预判这算命 这确实是有点 这名字它刚是 它自己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些 是掉线了吗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有点像掉线的情况 那这边也是被拆了个3米0 那这第一场就 好伤呀 这个有点伤了 那确实这个3米0的话 就是在让自己站 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 是的 那第一局 不管怎么样 要恭喜到我们的小葵SP 拿下了这个第一场的胜利 那其实到了我们今天 这个巴尼斯的比赛之后 每一场都非常的重要 对吧 也许就是一场的这个失利 是的 就是每KOF赛制嘛 每个人有三条命 现在应该是明智已经 就不小心失去了一条命 而且还是自己 比较擅长的一套卡组 那就是看看下一套 它会不会就是改变 看一下自己的卡组 其实这套跟卡组没什么关系 因为它只是大的失误 就算错了 不是这个小闪 这个命算的 就是小闪加炮台嘛 就两个五费 在相同卡组情况下 你亏五费 这就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 是的 胜算了 大家水分差不多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打这种矿工 这种快工的卡牌的时候 每一费都要精打细算 没错 是的 对 就一费掰开了 一半也得花 对不对 这么打的 因为对面的进攻 就是源源不断的 你就对面源源不断 你这一下断了 对 你防守进攻 防守进攻 不停地就两个循环 到最后看谁 食物 消磨到 有一丁点的食物 就把这个食物无限扩大了 对 大家看到这个 明智这里 是带了一手这个电磁塔嘛 包括今天早上 我看到我们部落的 有人在说 好像确实是现在 带电磁塔的人越来越多了 而且觉得它非常的好用 哎呀 那电磁塔 其实我倒是觉得 还四费嘛 费用还是相对于 现在这个节奏来说 就因为大家都 节奏还是很快的 一个推进节奏嘛 你四费的话 很有可能转不过来 可能那个 如果大家想带电磁塔的话 还是要带采集器的 我觉得 就是这张牌 如果是想要带 那么还是想 对于一些针对的卡组 来把它换上来 更比较好一些 对 肯定是针对的 对 如果是跟对面换费的话 如果能防掉对面 那就是这个塔 带什么塔都可以 比如说你要带一个 那个毛坑 能把对面防掉 也是不所谓的 那效果很好的 对 好 所以还是要期待一下 明智和小格野子皮的 第二场比赛 究竟明智这一次的网络 是不是给力 其实刚才有很大的 这么很大的失误 是的 好 那这边也是 明智选择了一套 皇家巨人加矿工的套路 还是电塔 那它这套主要还是 有两手防矿工 两手防矿工 然后一手防皮卡 然后再加上一个 皇家巨人加 加这个 皇家巨人加苍蝇 和苍蝇加矿工的 这套小号 真的 但是它这套问题 是没有斩杀 就像一个小闪 那小闪的话 跟火球比起来 斩杀差太多了 对 但是它这个斩杀 就算矿工就算斩杀了 对 矿工走 而且如果 对 矿工加小闪到 一个小店 对 小闪还是可以的 矿工加小闪 这个斩杀 其实不低 那么挡一下公主 不错 宝这个公主 其实 效果不错吧 因为它后边 配上 配上这什么了 配上矿工了 如果没配矿工的话 这个公主就 没必要保 是的 看到这套牌 其实还是比较 针对一些矿工 因为它有一个 三费的小骷龙 还有皮卡 还有皮卡 这样都能抓到矿工 对 而且地方 这个小骷龙 还能挡皮卡 对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小骷龙 还不怕 你在进攻的时候 配一个小店 一个小店 你还要垫不死它 火球也垫不死它 火球都不怕 对 好 下底胖子 那下底胖子的话 这个这一波 可能 可以全体皮卡 来防一下 对 然后配个小店 好 这个店塔 这样的位置 也是非常刁钻 非常靠前 但是地方一个 毒药 毒药可以放了 可以放了 可以放 可以放了 但是没丢到公主 它毒药放得比较晚了 好 但是公主自投罗网 拦不住 好 那这一波的话 其实底下 这个小骷龙的皮 还算防得不错 这一波 对 而且从费用上来讲 两个人是持平的 嗯 其实在前期 有一定劣势状况下 现在把那些 劣势打回来一些 那么看到这波进攻 应该配合一个小店 来防住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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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只能这样做 如果不解前面的话 你要是解 旷攻 那么 这个塔可能都要没了 他刚才 但刚才 这个费用是够公主加小展的一个费用吧 但是他先放了小展 他先放公主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嗯 他还放了三费 他还 这波他还比较贵的 因为他还放了一个三费的那个苍蝇 那这波他那个什么 宝公主宝得不错 那小哥椰子皮 但是 这边呢 他就把那个什么嘛 呃 电塔给打掉了 我看到小哥椰子皮 喜欢把 这个加能炮放在 这个位置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因为 呃 对方是有 你要中置这个 中置加能炮的话 对方的苍蝇 很快就解掉了 嗯 所以说放到这个位置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小哥椰子皮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看得出来 是的 看到这波进攻 小展家公主 好的 他没解掉 但是对方的公主 没法解 还是会解 解到你公主以后 对你的小皮卡 造成你的伤害 你居然还会先死 对 我们看到这个明智 对于他的公主保护来讲 还是说得不错的 皮卡有机会 没机会砍到 但是这个 但这个 这个光家巨人就是送了 嗯 亏了好多费 现在的话 虽然他塔了 但是他塔的血量 还是有领先的嘛 可以通过后期的消耗 但是 准备这一波 从这我们就能看 这个电塔和加能炮的 这个区别 这样的话 如果是加能炮的话 可能就是稳稳地送了 但是电塔 对于小三费 小三费 解厂的嘛 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这是四费 解了三费嘛 虽然是亏 但是对这个当务 当务之地 还是很管用的 是的 这公主小血 应该没有反应过来 嗯 那这一局明智 也是翻盘得 非常的漂亮嘛 对 看来他刚才 真的是失误了 这是 刚才确实 那可能是自己手上有汗嘛 我们打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手上有汗 或者是你一放那儿 就从另外一个地方 放下来了以后 这也是自己的这个问题嘛 没办法 对 毕竟八斤四嘛 人每个人都会紧张 对 紧张 这很正常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明智这一套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套也是 那个效果不错嘛 其实我刚才想了想 这个电塔防龙 防龙效果是很好 也是很好 对 然后这三位小苍蝇 就是都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其实电塔 虽然是增强了血量 但其实还是很脆很脆的 是的 它增强了血量 只是相对的嘛 对 那个相对于猪来说 它这次猪削弱了 所以说它相对增强了 但是其他还是跟之前 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三场比赛 对 我们这里的这个 下午叶子皮 也是我们这个 一个主播嘛 叫帽子一只 对 那看起来这个 主播和主播之间的大战 那这个应该是主播的话 就经常在练习嘛 可能晚上会经常直播 在大家的监督下 一点点提高 这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练习方式 对 但是应该播的时候 应该都是比较放松的状态 有好有坏吧 这个东西 播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注视你的时候 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我看到这边 就是削个椰子皮 防住了他自己的公主 用小皮卡垫了一刀 这边的差距很大 对 而明知这个小皮卡前置了 没有防掉自己的公主 对 那这个皮卡就砍一刀 砍一刀就是算魔咒啊 这是 掉了 这个塔已经掉了 这个塔已经掉了 先知者哑巴 因为这是通过大量 反复的观察 是不是 反复的观察 然后最后总结出来的 一个经验 其实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皮卡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在相似的卡子 就是这种 还没有看到 它这个狗的情况下 一个相似的 就是矿工加皮卡 这个卡子的情况下 皮卡先捅到 对方塔的一个玩家 基本上破塔的几率 是很高很高 是的 那么这边削个椰子皮的 这个公主 稍微放了枣了一些 那么没有选择卖塔的血 但是又自己交了 一个加冻炮 那么这波 这个皇家巨人 不是特别的好防 因为他没有了 加冻炮的 扛一下 好 这个剑语非常及时的 也是很好的防住 这一波 这个血肯定是要卖的 因为它没有东西 能打到皇家巨人 其实刚才我觉得 那个哥布林放的位置 有点问题 没有替皮卡 多提出一些伤害 然后就两个皮卡 互相砍了一下 如果要那个 哥布林放到皮卡前面 这个皮卡应该是满血 刚才这种状态 是的 那么这个 肖哥椰子皮 肖哥椰子皮 一直没有放下 它的狗 它也不着急 可能到一分钟以后 它这条卡的 这个关键时候才出现 那这边让皮卡 解一下公主 保住了以后 直接一套反打 非常的漂亮 这样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 但是这个 三费的这个小骷龙 对于小皮卡的 没事 后面跟上哥布林了 那这个塔是必掉无遗了 那残剑胶 果然是魔咒 还差两刀 肯定是掉了 这个不用想 因为它这个电塔 放的位置非常的 太靠右了 你现在手一定要吸引到 那个皮卡的手魂 如果吸引不到 那这个塔是 稳稳被砍掉的 因为电塔的这个 吸引的范围 比江南炮还少一些 少一格 然后呢 它这个肺还要高于肺 那么就很容易 就出现这种卡手的情况 没错 那这样的话 其实 小骷子皮是亏一些费用 它其实前面 已经赚了很多费用 它现在亏一些费用 把这个套 把这个手下了以后 效果也不错的 是的 那么刚才的 从雅王的观察来看 观察的还不错 小皮卡 应该是三道具 能看出一个 皇家巨人 没关系 这点血 就是两刀半 就没什么伤害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明知道卡牌 是没有任何的 这种翻盘的 爆发能力 那么小骷子皮 用七张盘 真的是 其实我倒觉得 它是不是带错卡了 是吗 只是没有机会用 确实是 它也没有机会用 因为对面明智 也是一套非常 防守反击 非常快的一套牌 对 皇家巨人 如果它沉迹一个狗的话 它这个皇家巨人 就没法来防下来 没错 所以它是没有机会来防 那么其实狗配合 矿工 也是可以打一套 非常好的combo 就是当狗要爆炸的时候 这么跟一个矿工 就相当于一个苍蝇和矿工的组合了 是的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在对战情况下 地面部队比较多 可能就是防控能力就很弱 那么狗作为一个天空中的一个肉盾 其实我觉得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应该 因为跟这个飞狗爆炸之后 输出的这些小飞狗 相当于是可以算是大半个大苍蝇 而且它是直接把这一波飞狗 小飞狗直接下到你的塔前 所以对于它伤害是非常大 如果再配合地鼠使用的话 伤害应该是很强的 那刚刚下个椰子皮 直接都是飞狗全程没有出场 但是还是用七张卡牌打败了明智 可以看出它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这两位选手的第四场比赛 明智加加油 不要因为小小的失误 是不是 他其实第一场是失误 然后刚才那一场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 对 电视塔 这个吸引没有吸引到 这个小皮卡加上后面那个哥布林 甚至其实你可以把电塔放到小皮卡后面 小皮卡还是会被吸引到的 对 这样的话 时机需要的非常减确 对 然后如果吸引不好的话就 那你处于劣势状态也没办法吗 还是要搏一下的 我是六女武神的话 用猪去遛女武神吧 把猪下到女武神身边 然后女武神就跟着猪跑 你一跳过河以后 他就再往前跑 你落地了以后 他又会跟着你的猪 这个六女武神是一个非常嗨的一件事情 然后基本上把女武神的血量都耗不忘了 看下来吧 经常享受着 享受着那个六女武神的快乐这种 没有 我这个人也是 打出来一些心得了 好 用江东炮防一下 也可以用 给苍蝇玩吃 然后还能配合一波矿工来反打一波 他看到这个电塔就没什么 但是这个苍蝇还摸了一下 摸了一下就可以了 这波应该是挖矿 但是他没有地面部队来防 这个矿还是会被挖掉 这波矿基本上就等于白下了 你的这个石头人就基本上很难下下来 因为在这个高强度的这种消耗之中 看到削个椰子皮这套牌 他没有带来小电 他带的是剑鱼 解对方公主 因为这套牌还是比较害怕对方公主 终于这个狗还是下来了 对 下来以后 剑鱼就可以砸到很多单位 好的 这一下是很赚很赚的 对 公主 采集器也被打到了一下 采集器打到一下少赚一费 好 塔没了 电塔没了 用苍蝇去推狗 这样过去以后 没吸引到吗 没吸引到 这个电塔放到 位置就是很有讲究 就是它太 就是电塔是在那什么 在对方还没有过盒子情况下 你这么放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对方已经过了盒了 你再这样放 就是有一点很难放了 看到这波打的矿工非常漂亮 在狗爆炸的瞬间 然后跟上一个矿工 但是这一套 还是需要对血量的把握比较精确 你别过去 对天狗的血量把握 对 过去以后 过去 这个小崽子都死光了 你再下矿工 然后队友呢 你转受人呢 好 剑鱼过来 所有的鸡也漂亮 这一波的话 石头人没有任何的作用 你拉扯一下小皮卡 然后防守的还非常的漂亮 是的 这一波很少量的单位能防守 好 其实这个电塔就非常的不错了 就把狗又勾了回来 对 再加上一些 那么这个电影又解 解了它没有选择放电影 有公主 有公主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拿这个 但是这个小飞狗加苍蝇 配合着这个矿工 还打出了很高的伤害 矿工被挖到了 那个被小皮卡抓到了 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对方的攻击去了 是的 那没办法 只能用大石头人扛一下 那石头人还没出家门 就已经掉了很多血了 是的 宁治这边没有去选择它 来一个稳住 采集器 它壁纸还是没有放下来 那么对于石头人 毒使这一套采集器的主观重要 是非常有 非常重要的 这是绝对的必要 对 断不上肺 要跟你进攻的时候 你那个毒钥是用 关键时候是用不出来 那个时候就 伤感 哎呦 在这个苍蝇被解的一瞬间 还打到塔了 这是最难过的 好 剑鱼 直接 虽然带不走吧 但下一波的 它是多少地区 88 88可以 89 对 正常是88 直接就一个剑鱼带走了 明智 哇 也要恭喜到我们的小鞭子品 青春无机械 就要玩出格 统一冰红茶